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线程啊 它之间是共享区域变量的 没问题啊 那么共享会不会出问题呢 我们家里边有一台电脑 很久很久之前 我和我媳妇在一块的时候呢 只有一台电脑 今天就不是那个时候了 今天是N台电脑 你想怎么玩回你 原来说只有一台电脑怎么的呢 我那个时候还玩游戏呢 就是有可能一天玩个一个小时 两小时的游戏玩一会儿 然后呢 我一回家 我媳妇比方说我媳妇现在下班 她在家里正看电视剧呢 我说赛个赛个赛个 我玩会儿游戏 说凭啥你玩游戏 我正看电视呢 请问 一个电脑是不是我们两个共享 牵涉了什么关系 什么问题呢 她看的电影 我就很尴尬 我也在那看 我想玩游戏 我还不看了 什么韩剧 什么又是欧巴 又是乱七八糟 是吧 又是谁死了 又是谁挂了的 然后呢 我想玩游戏 怎么办呢 我只能等着她看完了 要么我先回家 我先玩了 她说赛个赛个 我要看电视剧 你等着我玩完了 你再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共享全局变量 有的时候呢 会产生资源竞争 什么叫资源竞争啊 大家都用同一个变量 比方说 最近我两个县城 一个写 另外一个也写 请问是不是资源竞争 咱们刚刚写的这个代码 为什么没有出问题 因为我一个写一个读 听懂了吗 百分之百 但是两个一起写 那就不简单了 来 他们看这 copy07 copy07 接下来叫09 共享全局变量的问题 资源竞争 竞争 竞争 第1 VM09 这条 困了就稍微赞 创建了一个全局变量 没错 这个全局变量等于几呢 我假如说他先等于零 等于零 我呢 让这个修改 干什么事呢 加4i in range 加多少次呢 加个Number次 你传一个Number近 你传多少次 我加多少次 能力就为什么 好了 接下来我把这个根过去 然后接下来我打印这个结果 打印这个结果 好了 我在这里边 代码几乎是一样的 大VYP 然后这个地方少一个Number 好了 我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创建的时候 我传一个 比方说 ARGS等于100 对号 ARGS等于100 100对号 说下这个对号 对号 它是原主 来同吧 意味着什么 这个成语意味着啥呀 我把延时抹掉 延时抹了 延时抹掉了 都抹掉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对中 Time点 Sleep 比方说延时这个5秒钟 延时在5秒 干什么呢 等待上面的两个线程 执行完毕 如果要是时间太短 你就把这个5秒再换来 再大点 能力为什么 现在我验验什么事 我通常给大家讲 我干验验什么事 就看 赌代码 反正都懂了 就听懂了 开始的时候 从这 再来了 今天我已经重过很多次了 进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线程 这叫主线程 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 不管定义变量 0 好了 继续走 定义函数 不管定 还说不管定 还说不管 接下来那个地方 有个什么 最下面 最下面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慢了吧 好了 这个慢 只要满足条件 这个if满足条件 慢就掉 慢就掉的时候 接下来执行这个代码 对吧 没错吧 执行这个 砰一下子 创一个对象 砰一下子 创一个对象 好了 第一个对象里边 真正的 是不是就演变成了 一个真正的 一个线程了吧 一个剑筹就诞生了 请问这个剑筹 是不是同车开始支枪 主线程 接着往上走 主线程也接下来往来走 没错 百分之百了 因为你不确定 到底是谁先走 简而言 这女君认为 他们俩一起走去了 好了 他要向下走 他也向下走 当他走到这的时候 怎么着 又创了 好了 接下来主线程 读这个 请问 待着等着 这个五秒的期间 干什么 我的目的是 让这两个子线程 是不是 一停不停的 都干这个事情了吧 我给他传了个一百 请问是否 意味着这个是一百 是不是这个也是一百 你负偶循环 I range 一零零一百 那接下来这个 哥们加一百次 零加一百次 是不是就是一百 这个哥们加一百次 是多少 你加一百次 你也加一百次 那么理论上讲 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 应该是两百 那个字 没错吧 试验一下 五秒钟之后 等着你再两个结束了 我答应答应 最后的结果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解决了吧 我看看 这刚刚是干什么呢 Python 3 0 5秒钟 你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原来给他5秒 是不是还太长 按理说 给他两秒就行 你看 两秒没问题吧 在共享变量 东哥 现在你 你写的这个代码 没有出问题 大家注意发现一个特点 我是不是这个程序 主要体现出了一个点 这个线程和这个线程 是不是同一时刻 对共享的这个变量 是不是都得加一啊 没问题吧 接下来就去看 我把这个值 由一百 添加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是不是变成了一百万啊 最后的结果 想的不用想 应该是多少 两百万 五秒 等他呢 是我小学数学没过关吗 还是怎么回事 为啥就不对了呢 注意看啊 代码基本没变 无非是把个子加一百 换成了个子加一百万 你们发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显现了吗 如果你把一百万 换成一千万 换成一百亿 将来这个问题的差距越大 数越大 出现的问题可能性越大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共享全局变量 所带来的一个负面问题 很多东西都是有正面 也有负面的 他们一定是这种情况 那么多县城呢 完成了任务 一起执行 那么但是呢 它会出现一个问题 共享全局变量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自然竞争计 如果很多个县城一起写 百分之百出问题 为什么呢 画个图 把这个图听懂了 你就懂了 我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全局变量 我摸一下的 有个全局变量 叫G下方下Number 它默认值等于0 全局变量 我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VPU VPU 我这个地方呢 有个县城 这个地方有个县城 OK啊 比方说县城1 删除这个 我在复几复过了 那么县城1里边 同学们 咱们回到咱们这个代码 咱们主要的看一下 或者咱们这个代码里边 这里边主要做了一件 什么事情呢 029 VIM09 是不是这句话了吧 好了吗 我把它选中 UG 复制 Windows 和你的Winware 共享 剪切板 和Mac也是共享的 直接拿过来剪切 Ctrl V 粘贴 好了 代码出来了 没问题吧 代码就过来了 只不过它那个行 那个序号也来了 我不要那个序号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去看一下 大体的方式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这句话了吧 我呢 把它往到拖一拖 啊 线程二 这是两个线程 都对这个全球变量 G等于0 加 它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请问 最终 想要让你这个任务执行 想要让你这个任务执行 请问 最终 你至少 你得拿了你的代码来CPU 是不是CPU给你干了吧 好了 对吧 那么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呢 最终的问题 集中在G 加等于1 这句话 当你的程序 执行G 加等于1的时候 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主听了啊 G下就是 就是G 下滑线 G下滑线 Number 啊 G下滑线 Number 加等于1 在真正的执行的时候 会解析成很多句话 例如 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 例如 它会怎么做呢 1 获取G 下滑线 Number的值 2 对 而把过去的值 加1 3 把第二步的结果存储 存储到G 下滑线Number中 好了 我把这个呢 复制一份 把它盖的稍微小点 咱们这样好看 这样好看 好了 这么啊 这是两个线程 来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的啊 把它分成这么三步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第一步获取 第二步加1 第三步才给它保团 好了 创建完了线程之后 说的更直白一点 不就是有一个线程 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一个线程 做这个事情了 好了 当我的线程1 去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 他要做三步啊 那么再三步分别是什么 是不是咱们刚说的 再三步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再来个框 我把再三步呢 我付这份 咱们接下来就看再三步了啊 把字体放了小一点 好了 我就说这三步了 当你接下来 你去调用的时候 请问你是不是拿了 你这个三个 你这三句代码 是不是过来 是不是占用CPU 让CPU给你干了吧 CPU去干活的时候 嘴听了啊 CPU去干活的时候呢 没想到CPU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一句一句的执行 CPU的特点 就是一句一句执行 刚执行完这一句 请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死时的值是几啊 零 没问题吧 它本来接下来 想把它的值给它加一 请问可以吧 没问题 它接下来它就加一 好了 假如说套的系统 还允许它又做了第二句 那么它接下来加一 请问 零加一 是不是现在变成了一啊 好了 它的目的是 接下来把第二步的结果 存到这个里面去 的时候 还没调用这句话 对了 第一步第二步执行完了 它本来要执行第三步的时候 马上就要执行第三步了 操作系统 请问 是不是为了雨露均沾 是不是一会儿让你执行 是不是一会儿不让你执行 刚要执行那句话 操作系统说 时间到了 滚出去 出去了 请问 他计算的结果 放进去了吗 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请问 是不是套的系统 是不是让他执行啊 来 他说 来 小伙子给你了 你来执行 套的系统说 来 看着执行啊 第一句啊 你干什么事啊 来 把这个字回去了 请问他的字是几现在 零 来 零 有了吧 有了零了 他套的系统了 又让他做了第二句 来 你把你的字加一 加一 零 加一了 请问是不是现在是一啊 他本来是想把这个结果 往里面放来 比方说他没放了 操的系统说 滚了去 他就出去了 操的系统说 该你了 刚刚不是不太好意思 刚刚让你出去了吗 来接下来该你了 请问 从哪个地方开始执行 他还会从空第一步再来一遍吗 不会 他的第一步第二步已经执行完了 紧接着会执行 接下来代码 所以说第三步 那么这就欠了个问题 你们发现个特点 是不是他应该在切数区的那个时候 把他刚刚计算的时候 结果存储起来 接下来等到他在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之前那个结果 是不是得恢复的原来的样子 那么恢复的原来的样子之后 此次这个值就变成了几 是不是这个值 是不是现在就变成了一了吧 接下来他的第三步是什么 把结果放到里面去 请问你的结果是几 一 来 把结果放到里面去 好了 这句话终于做完了 回去吧 接下来操作性能说 该你了 你刚刚是哪一句话没做了 他说我刚刚我这句话没做 行了 我现在给你放上你的结果 没错不错吗 好了 一放之后 这个值是不是依然是一样 好了 注意看 你加了一次 你也加了一次 最后的这个全面的值是几呢 一 这就是问题 听懂了吗 那为什么我 写一百的时候没有 反而写一百万的时候有了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刚刚说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 只是说恰巧 我接下来执行第三步的时候 操作系统让我出去了 是吧 只是说是恰巧呀 你的次数越少 那你就恰巧的可能性越小吧 你的次数越大 恰巧的可能性越大呀 那么因此你把这个值给 这一千万一百亿 将来这个可能性是不是越大吧 因此最终资源冲突 是资源竞争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体现 好了 最终 对吗 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如果多线城里边 共享全局变量 而且同一时刻 你们都在对全局变量进行操作 是不是可能会出问题 这就是资源竞争 这就是资源竞争 来同吧 接下来把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流潮 自己模拟一遍 开始